在早期战略舰的维杆上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 那就是几乎都挂着一个巨大的钟 就像这些照片中显示的一样 从一战开始一直挂到了二战初期 所以他们究竟是拿来干什么的呢 我是百科全书火箭书 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个有趣的装置 电影里面我们经常都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场景 不管是执行任务的特工 还是潜入到银行里面的大盗 在行动之前总是要对一下表 所以联想到同样是执行战争任务的战略舰 他们装表的目的也是为了在开战前把时间对准吗 但是如果你推进仔细看的话 这个表盘好像哪有点不对劲呢 虽然时针和分针都在 但是刻度却只有十个 一圈少了两个小时 一天就少了四个小时 这时间也不带这么多的嘛 难不成他们都自信到十个小时以内就能打完一场张吗 当然不是 虽然它也叫钟 但却不是时钟 而是距离钟 是用来指示距离的 指出敌人的距离给自己的队友们看 像时针的那根指针指出的是目标在多少千码开外 而分针指示的则是百码 比如如图所示这样的指针位置呢 就代表着本舰正在瞄准着3700码的距离开火 他们之所以要把自己的射击距离高高的挂在尾杆上 让编队里面的其他队友全都看到 是因为在当时剑炮的瞄准实在是太难了嘛 尽管有了光学测距离 这个我们之前讲过啊 但是能不能真的打到敌人头上 很多时候呢还是要靠运气的 万一编队中正好有一艘打准了 他不得大声的把自己的瞄准数据分享出来吗 距离是多少 方位是多少 所以你看啊 不仅在尾杆上方有着大大的距离中 连炮塔的下方呢 也是用油漆涂黑了画上高对比的刻度的 让同伴能够看到 我的炮管指向的是哪个具体的方位 于是大家就可以整齐化一的倾斜弹药了 为什么不用无线电呢 因为无线电可以传的距离比较远嘛 要是传到敌人的耳朵里面 不也把自己的位置给暴露出来了吗 另外还有个问题 那么多的炮弹出去 我怎么知道是谁击中了 谁的没击中 该用谁的数据又该忽略谁的数据呢 对啊 暂停一下啊 你也来想想 有什么办法能够定位出是谁的炮弹击中了敌舰呢 一定要先把你的答案发在评论区里面再继续看下去啊 其实嘛 答案很简单啊 打彩蛋啊 来看这枚当时英国海军用的8英寸舰炮的解剖图 这个位置显示出他是装了一个染色包的 会在爆炸的时候呢 将周围的物体染上颜色 不管是打在海面上产生的水柱 还是击中船身后撕开的碎片 在远处都能够清晰可见 遗憾的是 那个时候还没有彩色摄影 所以哪怕我能够找到用这样的炮弹 击中目标时的照片呢 看起来他们还是黑白的 多多少少减少了我找不到这样照片的遗憾嘛 当然啊 有证据显示 同一时代 美国法国德国日本的舰炮呢 都使用了这样的方式 来更方便的校正自己的设计参数 搞得像是现在打彩蛋设计一样 每一艘战舰呢 都被分配了属于自己独特的颜色 这样别的战舰就知道了 是谁开的炮击中了目标 就能根据他的尾杆上的距离中指针 来调整自己的设计参数了 比如美国的密西西比号上的14寸主炮 用的就是橙色的染料 新墨西哥号上用的是绿色 印第安纳号上的16寸主炮呢 用的则是红色等等 一场仗打完啊 不管轻重大家都会挂彩的 甚至就连舰上的水手呢 最后都免不了要被打成了彩蛋 当然 不管是距离中还是炮塔上的刻度 到了二战早期就基本上都见不到了 主要原因有这么几个 第一是由于一战后所签订的海军限制条约 使各个国家到了现在呢 都拿不出像当初那种规模的舰队 排在一起涂子弹了 日德兰海战中那种几十上百艘战舰对垒的场景 现在已经被缩减为不超过各位数了 这种你看我我看你的需求呢 自然就减少了 另外啊 雷达出现了 用它就可以非常精确的指示出目标的位置啊 最后也是更重要的一点 在舰队之间传输信息的超高频通信出现了啊 它频率极高距离极短 所以完全就不怕泄露到远处的敌人那边 就把原始的目视通信系统给彻底替代了 挂中的墙还在 只是终于不见了中影 当然现在连墙也不在了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内容 我是火箭叔 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